大家好 这一小节呢我们 学习一个东西叫做fin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custom 我们自定义去一个finclient的一个 也不叫框架吧 一个项目吧 一个新的项目 专门去解决这个服务之间调用的问题 为什么是 其实我先这样吧 我先解决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把它转到 为什么我写一下 为什么 不是这些不是讲 国际化 而是 份呢 而且是自定义的一个份呢 原因就是在做国际化这种 你要做什么呀 国际化的话你先得知道前端传给你的 信息是什么吧对吧 那这个 就是说 就是我得知道你这个前端希望 希望用什么语言对吧 那在登录之前未登录 你未登录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你用的哪个语言呢 是不是 得通过你的你要传给我一个header或者叫 metadata 是不是你得传给我metadata才可以我才知道 那如果登录之后呢 登录 登录之后 你是不是得把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呀 把 token传给我吧 我需要拿到这个token 它的行为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未登录的时候前端传过来出去 就只能放在metadata里面 其他的参数呢 就是方法主体放在 data里面 这个知道吧 这个 关于RTOK的协议就分两部分 一个metadata 一个data 登录之后呢 这个token的就也放在metadata里面 接下来呢 我需要根据这个token 到auth里面去拿到你的 authentication 你的身份信息 你的authentication里面就包含这些信息了 就是未登录之前这边这边放的什么呀 你的语言呀 你的 啊 region呀 你的你是在哪个地区 比方说你在北美地区是在西雅图这个这条线上呀 还是在另外一边什么呀多伦多呀 是吧 那个 纽约呀那边 啊 就是两边完全不一样吧 一个东台 东 东边一个西边嘛 而且中间那么大的一片区域 所以 石区呀什么跟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这边这个metadata 你得给我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你登录之后我就会把这信息给你存起来 之后如果你要改这个authentication 那我就给你发一个新的token 但是你每次访问我这个接口的时候就不用传那些数据了 你只要告诉我token就行了 明白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话我才能 拿到这个之后 我的上下文里面我会把它这些东西都会放到那个context里面 对吧 这个本也一样 你这个未登录的时候你把这个metadata传给来传过来 我要把它放在context里面 接下来呢 问题就来了 这 他们处理的逻辑都一样了 就是说 我要做 服务之间调用啊 或者我只是当前服务呢 如果是当前服务 直接从context里面去取就行了 如果是服务之间调用 服务之间调用要干嘛呢 服务之间调用的话 那我就需要把它拿到拿过来放到request的 啊 还需要把rsocket的request 他记得吧 这个rsocketrequest拿到他 然后点 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忘了那些东间的api了 反正要把它放在met data 这里面 这里面放的什么呢 前端比方说 前端传过来参数 就我给这个param metadata起个名字吧 叫param parameters params 我给他起个名字 params 那你就要把这个params给我放进来 那下面这个不一样 记住啊下面这个不一样 下面这个你要给我放的metadata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放的是给我放的是这个叫 bear token 什么忘了是bear token 是那个 class是什么了啊 这个只是几个写个例子啊 你要给我传过来的什么token value 你不你不需要给我传这个authentication这些东西 啊比方说这个 order 再去掉 account 他传的就是这个 tokenvalue account拿着这个tokenvalue之后 继续做这些操作就是 拿着token去到auth里面去查 查到之后把它authentication放到我的context里面 就是context里面就包含你的语言呀你的当然这个用户的名字呀什么的这些都有 有的内幕什么都有 就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 啊这个有点 太复杂了那这边你看 比方说这个 order 比方也有一些接口是允许他不登录就可以访问的 那怎么你看他这边不是把这个parameters 传过来了吗 那order传给account account不是就拿到了吗 对啊account拿到之后 也是从上加尾里面拿到 然后把它放到把把这个parameters拿到然后放到上加尾里面 接下来他的那些接口啊什么服务就可以去掉了 就知道 出现 当需要用到语言的时候直接从这个上加尾里面去取就行了 而其中这个context和这个我们 之前用的这个份这些都不一样啊 这份之前他支持的协议是http的协议 然后他们底层用的是threadlocal 啊就是 啊threadlocal 有没有这个这个值 然后里面放的东西 这个你可以认为这个是那个context 但是我们现在完全用的不一样我们把一个thread当作一个上下文的对吧 那thread里面有n多个成千上万个那个crotein 你这个时候整个这套东西都用不了 所以这个份我们是用不了的 然后再说另外一个东西 呃我们既然讲到要用这个份 那为什么这个也是他原始的那个份是用不了的 然后这边的网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用不了的 就比方说一个叫做a thin like r-circuit client 他这个为什么用不了呢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就是 不是很方便 啊 不方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啊 他这边要手工去定义两个 而 定义两个r-circuit的 requester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一个典型的场景 我们 order会去掉account的接口 order同样还会掉 auth的接口 那你这一个order里面是不是会配两个client 分client 对吧 一个分client的是account 一个分client的是auth 这两个对应的r-circuit的requester是不一样的 那你当你自己去定义吗 这个就显得很 很不直接 很不直接 非常不好用 呃 我希望通过注解啊什么的 让他自动去生成 那这边的我看一下我的解决方案啊 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当然我把这东西都挪到一起了 挪到一起了 然后我们 呃看一下吧 哦 等一下我把它打开 呃 split move to down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我打算是这么去做 分client 然后有专门一个client指定的一堆这种class 这种当然是只有接口啊 这个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auth controller就只是那个接口里面指定这个message mapping呀什么参数呀 对吧 返回值呀 呃当然 就这三个吧 message mapping 参数返回值 其实你至于你这个方法 你叫什么名字 你随便叫啊 我都不关心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你真正发的是那个请求嘛 通过rsocket的 发出来请求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种请求 等一下 我点击去看 你看request 是不是只需要这个路 路由的 路径 当然还要拼这个metadata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metadata 不同的情况下要需要传什么数据 这个到时候你需要 根据自己这个需求 让他去实现这件事情 就是 哎 哎 等一下 在这 met data 然后要传啊 这个叫bale token metadata 哎呀 我把这个改一下 bale token message data 那这个 这一个message data 就是一个你的自定一个paramon 这个 呃 一个字符串啊什么的 对吧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等一下 然后我们再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rote meddata data 然后retrieve他的返回值 哎对 对吧 我得知道他的返回值是什么 是mono呀 还是flux呀 是吧 你要等待吧 你要看他的返回值 所以这个 最终是这么一段代码 这么一段代码 你这个 也就是我们底层 他要翻译成这个 那只要能翻译成这个最终的结果就行了 所以我们 呃你看 这些信息是不是就已经ok了 就ok了 不需要实现 所以你这个方法名字 你爱脚查脚查 一点都不重要 当然 最好就是跟接口保持一致啊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client就会有n多个 对吧 有n多个 因为一个 服务的暴露了的接口 不可能只有一个吧 对吧 n多个 啊 还有啊 我们再做一个补充 你这个 interface 这里面不是说只需要有这一个一个方法 你可以写n多个方法 但是我们最好是 一个 interface 接口 里面 定义这么 4到5个 或者不大不超过10个接口 就可以了 你把一类归到 这就是一个分组嘛 如果你都放在一起 就太拥挤了 所以这个 这边 定一个 n多个class 是吧 这个 我这个解释不太好 你自己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自己思考一下 然后 这边这个你要给这一堆的client 定一个name 定一个host 定一个port 这个name是什么呢 你想一下 name是什么 name就是这个 你定义的这个 定义 比方说你要 正常的话 你要定一堆的bin 对吧 这些bin 会起冲突 那你就要给他定一堆的 别名 name 你看value 要给他起个名字 避免出现的一个冲突 因为你这些都叫rsock的requestor 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字 你要放在那个bin上架文 这个上架文里面你得给他一个名字 对不对 就是他 然后 每一个这个 扣端 他是对应的什么host 还有port 是不是都不一样 哎 OK 你这边就可以定义多个 那这样的话 不同的 client 比方说 我比方我现在是一个order的这个服务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要调order的服务 我直接可以这么写order 对吧 然后他的class定义堆 当 当当当 对吧 我就不写了 这个我也没定义 我也没有 可以这么搞 好 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然后他也不复杂 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自己去定义一些annotation annotation就只是打了一个标签 而接下来还需要去做解析 他后面的一些行为什么的 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 嗯 因为 他的代码真的是不多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圆码 rsc client src main 啊对 就这么几个 一二三 四五六 六个 六个class 就完事了 所以 一点都不复杂 OK 那这个我们就结束了 就这么立行 出对 我觉得 我